立本,你碰过女人吗? 没有 那,你想不想? 张无忌的母亲曾经说过,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 男人叫立本,一个憨厚老实的庄稼人,年少时,父亲意外早逝,留下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 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在同村,与立本同年,乃至比他小的玩伴,都以生儿育女 立本就快成一个光棍了,是机缘巧合,也是友谊撮合 惊人介绍,立本认识了一个叫秋月的女孩,宾馆里 立本换上了自己最得体的衣服,来见自己素未谋面的媳妇 秋月的模样生得俊俏 只是一眼,立本就已经沦陷了,我朋友也沦陷了 秋月娇羞地低下头,一言不发,倒是一旁秋月的表哥 巧舌如簧 他说,秋月本不愿意嫁人,但家中老母亲身患肿瘤 现在急需两万块钱做手术,迫于无奈只好卖身救母 立本听得真切,他当即表示没问题,严霸就领着两人去了自己家 立本家,秋月谨慎地打量起四周,他就好似是一只受伤的小鸟 眼镜里写满了故事,立本是一个老实人,他前脚刚刚进屋 后脚就招呼老母亲去拿钱,老母亲点点头,时间不大 老母亲便拿着两万块钱走了出来 他将钱交到了秋月手里,秋月一转身又交给了表哥 结果前,表哥又嘱咐了几句,严霸就要起身告辞 美其名曰,表姑在医院等着呢 众人不好再多严,起身相送,刚刚走到屋外 大跪就将立本拉到了一旁,严谨一该 今晚你就要将生米煮成熟饭,夜长梦多 那领了你的台里那就是你的人 那盲牛腿的那个董老七,怕星期都跑了 晚上睡觉,把衣服扒光了,锁柜子里头 钥匙交给老妈打着,你也得提防得点,听见没有 立本满脸不屑,他对大跪的这一番言论是抵触的 他觉得现在和秋月还没有领证就不是夫妻,就不能越界 我起初并不相信立本的这一套说辞 但事实证明是我粗俗了 当晚,房间里,秋月的设想落空了 你的设想也落空了,立本还真的就是闲者俯身了 他真的在地上打了一个底部 秋月健壮,让立本上床睡 但,立本的思想是崇高的,他坚持自我 立本害羞了,他不好意思,他想去找妈妈,妈妈也想他了 妈妈把门反锁了,立本觉得不好意思,他想让妈妈开门 但是一旁的秋月却觉得可以理解 妈,行了,别喊了 锁就锁了吧 谁花钱娶媳妇,不怕才去人空的 再说了,这门要不锁,老太太也睡得不踏实 再说,这门要不锁,老太太